大家好,我是Renee 今次我們就說說台中 在台中找樓的時候 我們要看什麼區域 我們要注意一下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們整個台中其實有這麼大的 但是大家這一段就很少去 因為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裏 我們看近一點 我們在台中 有南區、北區、北團區、西區 大部分都集中在這個位置 我相信大家去台中玩的時候 那邊就會是學校、大學、東海大學 這邊可能會有一兩個溫泉 上山的公園 我們再看近一點 可能這一個是大部分人集中的地方 台中 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是 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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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的人一定會說 有很多香港人買的 圍繞著我們操不住 其實大家去操不住是做什麼的呢 操不住的盡頭 這裡是一個公園 這個公園很多時候都會有些活動 例如音樂會 戶外的節目 展覽等等 即是說 你圍著這個公園的時候 它有節目 你就會有得聽、有得看 看下去 你想睡覺不舒服 禮拜六、禮拜 想休息一下 它在樓下是繼續的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好還是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不如你說 我經常想有免費的東西看 OK 真的很多免費的 看得你不看 例如說 其實我想來台灣是安安靜靜的 我又未必覺得這個位 是大家需要的一個位 簡單說一下 南區 南區是舊一點的區 北區上面的北團區 是靜一點的位置 有很多新的樓 因為它是比較靜 所以它有很多地 可以是新的樓 形成了一個很特別的區 我會覺得是一個新的區 但它的配套不是很齊齊齊 但是它又好像某某幾條街 它又好像高級一點 因為它真的超新的 所有東西 好了 那你說其他區 其他區 可能就是集中於東區 這邊 夜市 很多黃的地方 都會在這裡 台中公園 有很多地方 都會在這裡 台中公園附近 都會在這裡 有很多活動 有很多活動 各樣各樣的商業活動 都會在這裡 會有的 那你在台中的時候 如何選擇區呢 依然都是 其實如果有看之前 我講台北的 它一樣都會有 彈王區 和彈麥區 彈王區 其實是由東區 一路去到 中區 海二 然後去到西區 但是呢 就不要再過去那邊 因為一過了 過了天橋那邊 就真的遠了 在東海大學那邊 並不是大家想要的東西 好了 它這裡的附近 都會有 正當三越南 Sogo 那些 那些 每一個城市都一定有 大百科公司 那如果你說 在整個台中裡面 有哪裡會近香港住的呢 那剛才說的 草五道那裡 其實像旺角 加銅鑼灣的 因為 有 大百科公司 有 有 休憩的地方 那 如果這一邊 東區 我覺得有點像旺角的 就是這樣 分 有點像旺角的 因為 年輕人會多些 那 年輕的商業活動 也會多些 那看看你自己想 怎樣 如果你說我是一個年輕人 來的 過到來都是 東區 可以的 你說 不是 不是太年輕的 但是呢 也都是 心境非常之青春的 那 其實這一頭 都可以的 那 大家記住喔 呃 台北 有捷運 台中 呢 都有捷運的 大家如果近這兩三年 來台中 你會看到有很多捷運的路 已經建好了 是 建好了 一眼我們再說了 好了 然後呢 也有火車站 會經過 是不是 台北 就少些人會管 在台北 城市裡面的火車站 除了台北車站之外 但是台中不是 台中你真的要管 火車站的路徑 然後 還有 高鐵站的路徑 OK 那麼 台中的高鐵站呢 並不是台北那麼方便的 因為它是 旁邊的 OK 是旁邊的 好了 那麼 機場 是旁邊的 是旁邊的 所以其實和城市裡面 大家住 不是太關係的 所以你就不要想著 我住台中 有高鐵 就超方便了 除非你住在高鐵站旁邊 如果你住在所謂的 蛋黃區 其實你真的要搭車去搭高鐵 好 我們再看看 多一個 好了 這一個 就是 接下來的 捷運站 接下來的捷運站 為什麼我經常都在笑呢 我前幾年在這裡住 住的時候 我真的看到 差不多蓋好了 已經連那些革聲 那些透明的 那些圍牆 已經都弄好了 但是弄到現在 都還沒有 用得 當時 就是說 年尾有的了 當年尾的時候 後年… 明年尾有的了 明年尾的時候 應該是明年有的了 下到現在 而 就來 現在是什麼 明年是2020 現在是 2019尾 好 好 那 依然還沒有 可以的 但你看到 它的線路非常厲害 真的叫四通八達 但是當它還沒有的時候 大家在台中 就怎樣生存呢 開車 打巴士 台中 打巴士 暫時都是首十公里 我沒有記錯 每一天都是不用錢 多了就要付錢 那 等巴士 來不來 其實是來的 比台北是來的 好 不然就要開車了 好 我們再說 它價錢和台北的比較是什麼呢 會便宜一點 如果台北 我們說二百尺 左右的套房 是二萬元台幣的話 那這裡 同樣的 旺的區域 你的一個二百尺 套房 可能是 一萬二三元 左右 都可能會有的 所以 大家就可以一個 一個比較了 那 這裡有什麼要注意一下呢 其實 不多 那 那 台中 如果你近住 台中火車站 就要 留意一下 因為 台中火車站 應該說 整個台灣的火車站 都會是 早發展的地區 所以 它的樓 街道 人 都會是比較舊 而 在台中的火車站 附近的人種 除了台灣的人 之外 會有東南亞的人 比較多 也有商店 吃東西 如果都吃東南亞 那裡會有很多 越南亞 泰國亞 很多餐吃 當然 星期日 他們放假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朋友 在這裡 出現 所以 你要留意一下 租金當然是便宜的 因為是舊的 如果你說其他地方 因為 它做了很多 所謂的 綠化 所以你看到 以前的大亨渠 類似香港港島的大坑 那些坑渠 把它變得漂亮 變成河 沒錯 會有燈 有花 也會拍照 你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覺得 那些是漂亮的 我喜歡在河邊 有的 那裡有河邊的單位給你 另外 如果你說 我不是 我想近住 一些日本的大型商場 那裡 那裡也會有 一些新樓 另外要留意一下 因為這條大馬路 以前叫做 台灣大道 我記錯了 以前 會有 有幾間 比較有名的 夜總會 如果你覺得 你晚上悶 那些區就對了 如果你覺得 晚上想寧靜一點 那就要留意一下 不要在那幾間 大的夜總會附近租樓 這些全部上網 可以立即找到 大家做一些功課 如果你說 要吃東西 玩 各樣 其實 西區 都可以有齊 除了你不喜歡 東區太多年輕人 其實西區 都可以有齊 這裏 暫時未有地鐵站 所以 難以用地鐵站 和大家說 如何選擇 但區域大概是 這樣 南區比較舊 北區正正常常住 北屯 是一個新的地方 很多新的樓 東區 是像黃角 草五道那邊 我覺得 像銅鑼灣 加黃角 其他那些 就是方安靜靜 如果再上上下下 就會再人煙稀少些 那你要記住 因為它是台中 並不是台北 台北是一個超級濃縮的城市 真的像香港 所以 一說 人稀 比較疏 其實也比較疏 樓高的樓 又不是多到這樣 每一個區 每一個區 所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 如果你要去台中 怎樣去看樓 我覺得你沿著這條大的路 附近去找 一開始的時候 會比較簡單 因為你最少有個想法 我沿著這條路 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這樣找 你會見到 不同的區域 的分別在哪裏 我覺得大家可以 如果喜歡夠的 一去就去南區先 不要理太多 那我不喜歡夠的 我喜歡市區一點 那可能你可以去了 東區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因為今天是像黃角 如果覺得 黃角我真的不想要的 那就可能會移過一點 不停地去那邊 那真的 再說一次 不要過天橋 過到東海那邊 因為那邊真是 河比較靜 那如果你是近住這一邊 你也要留意一下 因為這邊 會有幾個大的 客運轉運站 很多時候都會 會塞車的 因為它是大轉運站 所以有每一個站 每一間公司 有很多公司 都會在這裏 在這裏 上車 下車 所以就會多些人 那 這邊後面 有些少少 DISCO LINE CLUB CLUB 那樣 那樣 因為不同年代 都會有不同的名字 那有這一群 會有 其他其實都 很安靜 很散的 如果你在台北的話 好 那台中就是這樣 那邊 這邊就會少些 少些香港人選擇 我覺得 那我就不會說了 那 如果你 覺得 有些什麼問題 你想再問的 關於台中 其實你有 已經選定了 哪一個 區域仔 想問多一點 你也可以在 樓下 這個Youtube的留言 那裏 我都會回答你的 或者在Facebook 那裏留言 也可以 那如果你覺得 喜歡這條影片 給你少少台中的想法 的話 就幫我訂閱一下 按讚一下 那 台中就先講到這裏 那 下次再見 拜拜